好 这名演员这个陈润和呢 他十月的时候跟朋友聚餐 后来他说找不到百万的爱车 但是他指控说 那问题呢当时他到这个警局花六小时报案 警方整个办案程序是有问题的 还把整个过程的放上网路 不过这几天之后呢 在车子呢在这个旅馆的厅上找到了 警方呢却呢认为说 哎不行啊怎么可以你随便乱指控呢 后来呢这个现在要反控呢 这位演员呢他是吴高 深圳一鞠躬电视剧演员成润 为两个月前失控行为道歉 因为找不到爱车 指控警方延误办案 现在远景厘清案情 反控他误告 当下是下个想说不见 就很急着先 就很急着 也不是先去把会到处绕到处找 那确定真的是没有才去报警 十月成润和朋友向越东区喝酒聚餐 隔天却找不到百万爱车 他指控到警局花六个小时半里 认为警方延误报案 甚至将过程po网 怒骂远景笑旅查 我觉得这整个程序上面 我觉得是有点问题 对会让受害人不舒服 不过四天后 警方在旅馆停车场找到成润的车 跳跃监视器 发现是他自己停进汽车旅馆 发现是我自己本人把车子停进去的 对那我也跟警方说不好意思 因为当下的我真的是没有记忆 两个月前高调po网 让警方背黑锅 幸好监视器还原真相 现在被反控诬告 前后态度差很大 中天新闻许志明游文旗台北报导